昨天出现一则大新闻,美国与沙特阿拉伯间的石油美元协议到期,沙特阿拉伯宣布不续签,让石油美元一则画下终点,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真的吗?按照我的理解,沙特轻易是不敢做这件事的,因为这会要了美国劳命的,沙特有这个胆子,其实这个新闻的真假早已不重要了,因为沙特的去美元化早就开始了, 而且反映也是非常明显的,6月5日路透社报道称,沙特加入了由国际清算银行和中国牵头成立的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实验项目,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沙特中央银行5日也发布声明宣布这一消息,称将成为全面参与最坚可行产品平台的成员,路透社称这可能是全球石油贸易,朝着减少美元结算卖出的又一步, 那么又一个问题诞生了,沙特这明显是在碰美元霸权的命根子,而以前每个想动美元霸权的国家,基本都被美国给收拾了,什么伊亚克,利比亚等都很惨,沙特难道不怕美国了? 这就要说到美元霸权的来历了,当年沙特为什么要和美国签订石油美元的协议,在1948年至1973年,中东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打了四字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全部以失败告终,阿拉伯国家的背后有苏联的支持,以色列的背后有美欧的支持, 但是由于苏联支持不利,再加上阿拉伯国家内部不团结,最终阿拉伯国家均以失败收场,尤其是第四字中东战争,以色列在美国给的大量军事援助的支持下,不但控制了埃及的西奈半岛,而且控制了苏伊士运河, 就在这个时候,基辛格秘密访问沙特,对沙特发出了威胁,如果沙特的石油不采取美元结算,那么美国就让以色列彻底占领西奈半岛,彻底控制苏伊士运河,还会鼓励和支持以色列进一步扩张领土,甚至去占领沙特的国土, 但是如果沙特同意其石油用美元结算,那么美国就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色列人退出西奈半岛,放弃苏伊士运河,也不会攻击沙特,这就是所谓的石油化安全, 众所周知,石油是工业的血液,离开石油,工业发展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每个国家都离不开石油,中东地区的石油储备异常丰富,大量对外出口, 沙特又是阿拉伯国家的领袖,一旦沙特的石油采取美元结算,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必须要储备美元, 因为只有美元才能购买到中东的石油,所以石油美元奠定了美元霸权的根基, 中国经济想要发展,仅仅依靠国内生产的那些石油是不够的,必须要到国际上购买石油,但是购买石油必须要用美元,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获得美元, 那么如何获得,要么和美国人做生意,要么允许美国人来中国投资,只有那样才能获得美元, 同样的道理,很多缺少石油的国家也必须这么做,你是一个打工仔,工作不稳定, 但是你每个月吃饭需要500元,电费需要100元,每个月的开支合计2000元,你说你会不会存点钱? 不存,下个月失业了,你如何维持生活?同样的道理,你每年都需要拿着美元到国际上购买石油, 所以你就必须要储备大量的美元,否则一旦出口出现问题,赚不到美元了, 你就没有足够的美元到国际上去购买必须的石油了,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美元是一直在贬值的,你储备的大量美元在不停的贬值, 美国就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众多利益的,这就是所谓的铸币税, 所谓的铸币税就是指发行货币的组织或国家,在发行货币并吸纳等值黄金等财富后, 货币贬值是持币方财富减少,发行方财富增加的经济现象, 中国的外汇储备大约3万亿,其中美元占比70%左右,也就是2万亿左右, 按3%来算的话,每年被美国赚取600亿美元,全球外汇储备大约12万亿, 美元占比约60%,7.2万亿,按3%的年贬值速度计算,就是2160亿美元, 就是说仅在贬值一点上,美国每年薅去全世界2160亿美元的羊毛, 你看看这几年美元贬值成什么样子了,贬值幅度又何止3%, 美元霸权获取的又岂是铸币税那么简单,各个国家都把美元当成国际货币, 在国际上做贸易的时候,你得向别的国家收付款吧,这样一来, 跨境支付的通道就被美国人控制了,你要不听美国人的话, 他就关闭你的结算通道,那时就算你有钱,你也很难买到东西, 因为钱付不出去,就算你的商品再好,你也卖不出去, 因为你无法收到钱,另外美联储通过加息,降息, 制造世界金融,经济动荡,从中又获得多少利益, 美元霸权获得的利益是巨大的,正是因为如此, 任何感动美元霸权的国家,都被美国以民主人权或其他借口给灭掉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沙特为何感动美元霸权的利益? 说白了就一点,美国衰弱了,当年沙特之所以被迫和美国签订石油美元的协议, 主要就是担心美国支持以色列,攻打自己或攻打自己的小弟, 小弟被欺负,沙特不帮他们出头,微信就没了,还如何当老大, 帮小弟出头,自己又打不过了,所以当年沙特才不得不和美国签订这么一个协议, 但是现在呢,以色列还有那个能力吗? 不要说攻打沙特了,动用整个国家的力量,背后还有美国的支持, 打了这么久,连一个小小的哈马斯都没拿下, 最关键是除了极少数的几个狗腿子,现在全世界都在谴责以色列和美国, 更何况现在的伊朗和沙特,在中国的斡旋下已经和好了,最大的敌人也不存在了, 再说说美国自己,他连一个小小的胡赛武装都动不了,他敢动沙特吗? 要是他敢用这个或那个理由攻打沙特,恐怕世界上的大国都会从梦中笑醒,埋葬美帝的机会来了, 或许有人担心,就算美国不敢用武力攻打沙特,但如果美国对沙特发动颜色革命呢? 要知道美国的远程养殖技术可是非常厉害的,沙特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国, 国家的权力几乎都控制在王室手中,你要知道沙特共有五千个王子,国家权力都控制在他们的手中, 颜色革命岂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沙特很有钱,老百姓很富有,又不是快要饿死了, 谁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闹革命?所以沙特完全敢不和美国续签石油美元的协议, 当然这必然是对世界的一个重大利好, 只要以沙特为首的国家放弃石油美元,其他国家在购买他们石油的时候,就无需再用美元购买了, 很多国家就能抛弃一些美元储备了,这样一来既能防止被美国减羊毛,又能减轻被美国的控制, 更能防止被美国没收,对于中国来说,自然也是好消息了, 试问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货币比人民币还稳定的? 哪个国家的商品,有中国这么便宜和种类齐全的?持有人民币,不但能贬值的烧点, 而且能买到各种你想要的生产生活必须的商品,还不会被切断结算通道, 你说其他国家会不会愿意用人民币? 一旦美元霸权没了,美国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印钱,到世界上购买各种商品吗? 还能开动印钞机,就能肆无忌惮地发展军事吗? 丢掉美元霸权,军事霸权的崩塌也不远了,美元霸权影响的,可不仅仅是金融、经济、军事, 还有政治,美元霸权对美国霸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丢掉美元霸权,美国从霸主位置跌落的时间,就真的不远了。